他都说到好几个板块 譬如说汽车 香港投资者都很喜欢的 或者美国的投资者都很喜欢的 譬如互联网、电商、内容品、半导体 这几个板块你觉得是不是值得看好呢? 相对上来说 我想这几个板块 互联网的板块 其实那个杀股值方面 就会比较上严重一些 即是变成了互联网和电商 倾向上他刚才那个预期方面去看的时候 应该就会有一个估值上调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说作为一个部署吸纳的时候 这个时间都可以来分段进行 至于汽车股方面 我想市场焦点就会落到一些新能源汽车股 但相对上来说 其实我们也看到股价这些股份是持续上扬的 还有部分新能源汽车股 暂时来说就未有一个盈利基础 就算按一个市涨率来看的时候 虽然就没有比亚迪高 可能比亚迪大概是9倍的市涨率 但是比如小鹏汽车 你想汽车可能大概是7-8倍的市涨率 其实也不算是很低 这些股份有一个估值重股的可能性 相对上就会比较低一些 比如他们刚才提到汽车、互联网、电商 甚至是内用品和半导体 你就会觉得互联网这个版块 你感觉上就比较值得关注一些 可以这样说吗 互联网和电商就比较吻合 他刚才提到那个预期的状况 刚才提到新能源汽车未必会 至于半导体来说 其实股价都持续地低迷了一段日子 我想某程度上市场会觉得 是因为那个芯片 未能够追得上现在市场的需求状况 以至到公司这段时间 可能有机会比较投入多的资源 来扩展业务的时候 未必立刻在收入或者盈利里 会有一个反应 所以以至到这个半导体股 如果你说去买入的时候 有机会就需要一个收购期 比较长一点 所以入场之前就要有这方面的考虑